昨天因為記者這樣督麥突然霧 我對那個沒有搞清楚狀況 所以回答有點不清楚 那個認知錯誤回答不精確 如果按照公務人員任用辦法 我當然知道公務員的任用 還有那個什麼利益迴避原則當然清楚 所以如果是那個行政所長的親人去找那個局處所長來談事證 那當然不對 這我當然知道 我那時候想到什麼 他就說肝症 我第一個想到陳佩琦 陳佩琦跟我說那個臺北市的兒童是不是可以吃那個倫狀病毒疫苗 後來我們這個就增加一個叫部分負擔 他還問我說搞不清楚他題目在問什麼 所以那個想不精確